果然啊,稍微好吃点的菜呢,大家都吃得出来 今天这道干锅鹿龙菇真的超级受欢迎 一上桌就收到了我妹妹的夸赞 鹿龙菇加入温水泡个10分钟左右 不要泡太久哦,泡久了影响口感 前腿肉肥瘦分开切 然后再把这些配料也全部都切好备用 我这个鹿龙菇是挺干净的 泡好之后呢,用清水再洗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尽量拧干一点水分备用 锅里面放一丢丢的油 先把肥肉部分放进来炒出油汁 之后呢,再把瘦肉部分也放进来炒断生 再加入姜蒜片、干辣椒 能吃辣的一定要再来点干辣椒粉 灵魂呢,就是要把生抽、老抽、蚝油 一起放进来炒一炒,炒出酱香味 这样才算对得起干锅的这个名字 吃着就会超级香 倒入鹿龙菇继续煸炒了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加入盐一丢丢的白糖 还有一点鸡精调味 红辣椒跟蒜苗也一起放进去 然后快速的翻炒晶莹就可以出锅啦 真的超级好吃 又下饭鲜鲜辣辣的 鹿龙菇的口感也是脆脆的 我们全家都很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